大家好,pokoyo.com将为大家介绍英文文法时态过去简单式 首先呢,第一个要点 第一个一样,句子结构,主词加动词 这是最基本的句子结构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五大句型的话 请看我们pokoyo.com提供的教学影片 第二个呢,主词动词的一致性 何谓主词动词的一致性 假设我主词我是单数 我的动词呢,就要依据时态跟它的单复数去做变化 达成主动词一致性 第三个呢,过去简单式 我们会运用到的主动词为did 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主动词did 第四个,我们要用这个表来 让大家知道什么时间点 我们会使用过去简单式 这个表呢,这边因为过去的时间 这是未来的时间 沿着现在当下的时间 这个叉叉呢,就代表过去简单式 它会使用的时间点都是存在于过去的 并不会延伸到现在或者是未来 好,什么时候用过去简单式呢? 发生于过去的某一个特定时间 开始于过去也结束于过去 意思就是一直存在在过去的某一个时间 不会延伸到现在及未来 只会在过去的时间 你就停止了这个动作 这就是过去简单式我们会使用到的 接下来过去简单式的肯定句的句型 怎么使用呢? 第一个主词 一样我们在做任何句子的时候 我们要先判断主词 我代表是单复数 再来再判断我的动词 跟我要使用的时态 所以这里主词 这里我写说任何的主词 I, You, We, They, 复数单数 He, Should, It 全部过去简单式 它比较容易的地方在于 它不用在乎我的主词 到底是单复数的问题 因为主词是单复数 并不会影响我动词的变化 但是呢 过去简单式 它动词呢 必须要加D或者ED 或者是不规则的动词 好,举例来讲 my friends 这边呢 是复数的主词 我的动词呢 work 我要加ED 这样就成为了过去式 再来呢 我的主词 如果是单数my friend 一样 我动词一样是加ED 并没有 因为我的主词 它是单复数 而有所 动词而有所变化 都是一样用过去简单式的方式 这肯定句的句型 再来呢 不规则动词 这里呢 poco.com 在poco.com网站里面呢 有不规则的动词的变化表 包含呢 比如说像第一个 三态同行 cutcutcut 这是三态同行 第二个呢 过去分词和动词原型的同行 比如说这是原型 become 这是过去式 became 但是呢 我的过去分词是 become become became become 再来第三个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同行 这是原型 say 这是过去式 这过去分词 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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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第四个三态 不同形 就是我的原型 过去式 过去分词 begin began become 是不一样的 第五个呢 其他就是他比较特例一点 像是do do it done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 关于不规则动词 请大家要牢记 因为呢 在我们第二个 这一个呢 他是过去式会使用到的 那是过去分词 一定要一起记 而且是要用念的方式 记会比较容易记的 那过去分词 什么时候会使用到呢 在我们的完成式的 实态里面会使用到 所以呢 就是一起记会比较好 因为呢 这样子当你在使用到 完成式的时候 你就不用再另外记了 所以可以使用 用念的方式 比如说cut cut cut become became become 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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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gin become do did down 这样子念会比较容易记得 再来呢 过去简单是我否定句的句型 刚刚要请大家记得 助动词 我要使用did 所以呢 在过去简单诗里面 我们否定句的句型和疑问句的句型 我们会使用到助动词did 所以我的主词一样我无论任何的主词单复数 我全部否定句我是用助动词did再加not 再加上记得当我有助动词的时候我就要使用圆形的动词 和我们的现在简单式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有助动词就是使用圆形的动词 所以举例来讲my friends did not work 所以我的主词呢 是my friends复数 我用使用助动词再来再加not 再来接圆形动词 一样的我主词是单数my friend 一样我用助动词再加not 再加圆形动词 这样就可以达成了否定句的句型了 再来呢疑问句的句型 一样疑问句我要使用助动词 我过去简单式我要使用助动词为did 一样我无论任何的主词 我都是再加圆形动词 因为有助动词我就是要使用圆形动词来变成疑问句 所以呢 举例来讲did my friends work 所以助动词加主词再加圆形动词 再来呢did my friends work 助动词加单数的主词再加上圆形的动词 这样就可以形成了疑问句 所以我们做一个总结 无论值数据呢 我的主词任何是谁 一样我的动词都是结尾加d 或者ed 或者是不规则的动词 否定句一样主词无论是谁 我都需要助动词去帮助我 让我形成否定句的句型 但请记得我的动词要使用圆形 接下来疑问句一样 我也需要did这个助动词来帮助我 形成疑问句的句型 所以呢 did再加任何的主词 再来一定要记得要加圆形的动词 这样就是过去简单式的 接下来我们做实战题 首先呢 那第一题这个呢 是要你做什么疑问句 再来主词是谁 you 动词是slip 所以他这有提到 last night 昨天晚上 所以代表我在过去的时间点 我发生了这件事情 所以我要用什么 过去简单式 好 有人会有疑惑的是 为什么我用last night 为什么不用过去进行式 过去进行式是在强调我当下过去那个时间点发生的事情 所以通常过去进行式我会特定指定在某个过去的时间 假设我这边是写说是at 10pm last night 那我要强调当下那个时间点我正在做那件事情 那我就可以使用过去进行式 但是这边就讲昨天晚上 所以在过去的某个时间点 但是我没有特别要强调当下那个过去的时间我正在进行这件事情 所以呢我们就用过去简单式来做时态的变化就可以了 好所以这边呢一问句 所以我刚刚有讲说我的注动词要拿出谁 用did 所以did you sleep加原型动词 所以呢这边变成是did you sleep 注动词主词加原型动词 再来yes I did 好当我们在回答的时候呢 就看你的主词是谁 你问他嘛你嘛 所以当然是回答我 再来呢用简单方式就是将注动词 搬下来做使用就好了 在这边呢我还要再重复想打的话 我就要看我是用过去式 所以呢我的这个动词我就会看看我到底是要加d还是加ed 还是是不规则动词 所以呢这主词我问问是谁 好这边我是用i 好 sleep的过去式是slept 所以sleep slept slept 所以呢 se的pt slept I slept very well 这样就可以了 好第二题呢他一样他是用疑问句 这有提到什么last weekend 上周末 所以一样我在讲过去的时间点 一样我的主词是you 所以呢这边我一样用什么 注动词did did you 加原型动词因为疑问句 而且有注动词出现的时候 记得要接原型的动词 所以did you go away last weekend no I 好否定句 一样我还是要使用注动词 I didn't 或者是I did not 都可以 接下来呢这边 因为呢我在讲过去的时间点 所以呢这边的话 一样我要用过去式来做表达 所以这边我动词我主词是i 我动词是stay 所以这个stay呢 它是加ed的结尾 所以呢I stayed home because I feel呢 就是不规则动词了 但是呢这边有个not 所以呢我要使用什么 注动词当我变成否定句 所以I did not feel 因为我注动词了 所以我需要接原型的动词 所以I did not feel good 这样就可以了 以上呢是过去简单词 谢谢 如果我还见到 我还见到 ᴛ